中央今天有点拉肚子 给它来一根益生菌 大家养狗过程当中 经常会出现狗拉肚子的情况 这种时候一般我是这样处理的 如果这只狗已经拉肚子了 就比如这只中央牧羊犬 它今天食欲非常差 狗棚里的狗粮只吃了一半 我就把狗粮直接给它收走 今天不让它吃狗粮了 只给它充足的饮用水 然后一天喂它两根益生菌 很多狗就是被狗主人给喂挂掉的 有些小狗刚刚回家的时候 出现拉肚子的情况 狗主人还给它吃非常多的食物 实际上这是在增加它的肠胃负担 狗出现拉肚子的情况 咱们不要心疼它 直接给它停食一天喂点益生菌 也可以将益生菌给它拌到水里面 让它喝下去 要给它保持充足的饮用水 水是不能断的 食物是可以断的 要不然狗狗脱水的话 就会引起非常严重的问题 然后大家养狗 特别是小狗一定要切记 小狗喂它八成宝 狗它是一种耐饿不耐饱的动物 你顿顿喂它八成宝 它会非常健康 你每顿喂它十成宝 这只狗肠道渐渐就会出了问题 像这种季节 是狗增加脂肪 储备脂肪 准备抵御寒冬的季节 大家养狗一定要切记这一点 每顿喂它八成宝 狗的食欲也会相对的比较好 我犯了 就是狗人